上的视频,我们解锁了水星的结合点 这个视频,我们来做系列肉 悲剧的开端 斗舞开始后,我们收到脸妈的一封邮件 说古蒂尔已经研发了一种全清的生化武器 脸妈十分担心,让我们前去调查 第一个任务是一个间谍任务 我们需要入侵三个数据终端 来到A点后,解锁前面的这个终端,打开大门 切入金库后,使用子弹跳跳到墙壁上 然后使用冰面灯冲,到达墙壁的顶端 然后向左边,地面灯冲,跳到金库的顶端 金库顶部有一则打开的天窗 利用这个天窗进入金库内部 解锁数据终端 来到B点后,解锁大门前的终端 进入数据金库,沿着左边的道路 一直走到最底端 在这里,先使用子弹跳,加二弹跳 将空中瞄准,滑翔到对面 解锁大门前的终端,进入金库 解锁数据终端 B点完成 把达到达Z点以后 解锁大门前的终端,打开大门 打掉门上的监视器 可以关闭门中的激光炸了 从这里踢入下层通道 滑翔通过前面的激光炸阁 从这里跳上去,就可以进入金库内部 解锁数据终端 C点完成 到达绿色撤离点 完成任务 回到非常后 我们继续下一阶段的任务 忽灭感染事件 这是一个歼灭任务 我们只要消灭67个敌人 就可以完成 击杀足够数量的敌人以后 绿色撤离点出现 到达撤离点后 任务完成 回到非常后 我们收到连妈的银剑 他告诉我们 感染者已经失控 并且告知我们的感染者 比较容易受到火焰伤害 还会通过拥件 送给我们一张 近战猫的熔岩冲击 可以增加 近战武器的火焰伤害 前往军械库 将这张猫的 判断到近战武器上 此时 我们的主武器 帕里斯长弓 已经达到了最高等级 我们可以直接在军械库 用心力 够我们 室用型武器 来继续获得我们的包围经历 接下来我们来完成 系列任务 悲剧的开端的最后接葬任务 保护串联炸弹 这是一个防御任务 跟着黄色任务点 来到串联炸弹 接近串联炸弹 任务开许 我们要完成八波防御 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所有的敌人都是感染者 如果你的近战武器装备了火伤害的MOD 清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完成八波防御以后 任务完成 你会通过邮件 获得烈焰常见的蓝图做奖励 这次系列任务 悲剧的开端 全部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